在这个小山村里,大家都知道,其阿婆是有钱的,而且还有不少。 其阿婆和丈夫是十里八乡,最早做山货生意的,一开始是挑着担子,然后是骑着自行车,后来是摩托车,这地方山高林密,海拔又高,很多外地贩子都过来收货,最简单便捷的,就是从他们夫妻手中收,那些年他们很是赚了些钱,三个儿子在县城买房,基本都是他们出的钱,后来两人年纪大了,同行竞争也大了, 就没再做生意了,那年,老伴因病去世,临死前告诉他,对三个儿子一定要公平,因为这关系着他日后的养老,老两口感情极好,老头迷流之际,想到的是他的养老,其阿婆也却实际量做到了公平,每年春节,三个儿子托家带口过来,他给孩子的压岁钱都是一样的,绝不会因为是孙女儿少给,那家实在缺钱了, 他给了一家,也会以其他名目给另两家,他自觉的做得很公平了,只是,这世上哪有什么绝对公平,那年,老二要买车,找他拿了一万,老大和老三不高兴了,因为老二已经换两次车了,而他们一辆车都没有,于是也要去买,还说自己没什么钱,找他要三万,出于公平,其阿婆仍然是一人给了一万, 这一来就有了矛盾,其实,矛盾或许早就存在的,只不过是正巧有这么个借口爆发,不久后是春节,一家人回来吃年夜饭,喝酒的时候兄弟说到了这事, 然后动了怒,都以为自己,吃亏了,有人掀了桌子,有人拿着酒瓶,要去拍兄弟的脑壳,轴厉骂骂,娃大哭,家里鸡飞狗跳,谁也没注意到,坐在一堆被踩烂的菜中流泪的其阿婆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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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